这一讲我们就正式进入艺术生态链上的第一站 也就是如同投资领域的一级市场 画廊 在增值链条那一讲 我们已经了解了画廊主好比艺术家的风险投资人 也类似明星的经纪人 其实发现艺术家的伯乐 又是艺术家的市场推手 对于收藏投资者来讲 画廊主的身份也是多元化 而且非常重要的 他如同是一个项目投资人里面负责领投的 你就是跟投的 他的经验丰富 也是你的收藏投资顾问 因此发现判断一间好画廊 和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就是核心工作 但是问题来了 那么多画廊 光北京就四百多家 怎样选呢 一好画廊的标准是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看他的画廊主 一个好画廊主 必须具备三种能力 专业鉴赏能力 商业推广能力 和坚守的能力 接下来 我就为你介绍当代艺术画廊主的鼻祖 如 这是一个法语名字 为了收听方便 咱们就用吕悦尔来称呼他 在他身上 这三种能力都登峰造极 专业能力 发现价值 先说专业鉴赏能力 也就是挑选千里马的眼力 吕悦尔这个名字 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印象派艺术 你一定不陌生 吕悦尔就是印象派的风险投资人 是他把印象派从不被认可 推向了艺术市场的顶端 在19世纪的巴黎 虽然现代主义思想已经萌芽 但在艺术界占逐在地位的 皇家美术学院和沙龙展 仍然是传统古典风 所以主流的题材也就是宗教 历史 肖像话 莫奈 雷诺阿这几个年轻人的绘画风格 就和传统的学院派格格不入 多次遭到学术组权威学院沙龙展的拒绝 当然大众也不认可 然而生活在同一时代下的 吕悦尔看到这批年轻人作品的时候 简直欣喜若狂 在他看来 印象派的作品充满了突破性和创造力 他们的画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 也不再是统一的庄重色调 开始捕捉阳光下跳跃的鲜艳色彩 连水里的倒影都有了颜色 于是他决定去积极地推广这群艺术家 要知道在吕悦尔之前 艺术市场其实不存在画廊主这个概念 负责交易画作的角色叫画商 画商的工作很简单 通常都是藏家导向 市场上什么好卖卖什么 在当时的欧洲画商都却搜罗那些 在艺术史上知名的大师作品 比如说去今天的比利时 找画家卢奔斯的人物肖像画 吕悦尔的开创性就在于 他打破了通常画商的藏家导向经营模式 选择相信自己的艺术判断力 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 把精力和金钱放在对艺术家的培养上 就如同今天的风险投资人 为了让这些贫困潦倒的艺术家 能够安心创作 吕悦尔甚至主动掏腰包 给艺术家发工资 把艺术家耐入麾下之后 接下来考验的 就是画廊的商业推广能力了 怎么去推广一批 不被官方学术权威认可的艺术家呢 听了第一讲的增值逻辑 你大概也能想到一些做法 比如办展览 找买家 做宣传 但是这些在当时的各种阻挠环境下 说着容易做着难 吕悦尔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吕悦尔自己匿名创办了一份艺术评论杂志 邀请多位艺术评论家撰写文章 把这份杂志塑造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声音 自己打造媒体平台做宣传 在学术界努力的同时 吕悦尔还在不遗余力的 寻找着新的藏家 这时 她认识了哈夫麦耶太太 露欣哈维曼 她的丈夫亨利哈夫麦耶 是美国的唐叶大亨 哈夫麦耶太太非常喜欢印象派艺术 出手阔绰 这让吕悦尔敏锐的秀道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有机会 确实 叫詹姆斯萨顿 是美国艺术协会的创始人 这个协会当时是美国最重要的公众艺术教育机构 有了萨顿的支持 就相当于获得了权威学术机构的认证 给印象派艺术家大大的加了分 所以吕悦尔毫不犹豫的抓住了这个合作的机会 以鼓脑把300多幅作品从巴黎运到了纽约 足足装了43箱 1886年4月10号 一场名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展览 就在纽约隆重开幕了 这场展览的规模之大 今天也很少见 展出了48幅穆奈 38幅雷诺尔 23幅德加 17幅马奈 42幅比沙罗 全部都是印象派重量级的艺术家的作品 就是在这场展览之后 印象派在美国大受欢迎 艺术市场上开始狂热追捧印象派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 也就排出了意料之中的高价 1912年 德加把敢练习的舞者在拍卖上 以43.5万法郎成交 创造出了当时再是艺术家作品的最高价 买家就是美国的企业大亨太太 Henry Meyer 顺便介绍一下 就是他去世后圈了一千多幅印象派 给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如果今天你去大都会 会看到好几个展厅的门门上 都有他的名字 你看 这画廊主需要有多强的商业能力 还有行业资源才能做到这一切 说完了杜朗吕约尔的慧眼 商业能力 他的成功还要归结于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坚守的能力 一说吕约尔 一个对他常见的误解是 这位画廊主就是把全部的宝都压在印象派艺术家上 直到他们被市场惹捧 然后赚得盆满波曼 可你要知道 印象派从一文不明到炙手可热 那可是用了五十年的时间 吕约尔也不是什么贵族富二代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事实上 为了维持画廊正常运作 吕约尔也像传统画商一样买卖名师名作 多元化经营 哪怕是在资金链很紧张的时期 他也对自己的判断力坚信不移 甚至把自己收藏的名师名作抵押给银行 换来的钱除了艺术家发生活费 就是去办展览开拓市场 吕约尔开创的画廊主模式 是艺术市场史上重要的分水岭 画廊不再是简单的买与卖 而是既要去被艺术专业鉴赏力来发现艺术家 又要有行业网络资源和商业能力扶持艺术家 拓展藏家市场 得到学术认可 同时还得有坚守的态度能力 三项全能才能胜出 那些艺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字背后 都有杜朗吕约尔这样的三项全能画廊主 二 画廊的分类 上一部我们讲了怎么判断靠得住的画廊 接下来的第二件事 就是来了解不同画廊具体的经营偏好 也就是市场的板块细分 就像投资公司会根据资金多寡 风险大小以及投资的专业领域 有着不同定位一样 作为艺术家的风险投资人 画廊也是同样的经营理念 不同的画廊代理不同阶段和风格的艺术家 这画廊是怎么分类的呢 只销售名师名作 不参与艺术家增殖链的画廊 叫做二级市场画廊 比如说北京琉璃厂的自画店 香港和李活大道上的古董店 经营重点是对在世的艺术家 进行发现和推广 这一类叫一级市场画廊 在北京七九八看到的大部分画廊 就属于这一类 一级市场画廊还根据艺术家的成熟度划分 就像股权投资分成早期 中晚期不同阶段一样 画廊分为经营非常成熟明星艺术家的蓝筹股画廊 经营事业发展上升期的成长股画廊 以及经营非常年轻 刚起步艺术家的天使画廊 不过今天的画廊行业和投资业非常相似 钱比好像不多 优秀的艺术家部分 往往归属于资金大实力强的蓝筹股画廊旗下 而且大明星画廊往往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 也就是全赛道 对各个阶段都有所涉猎 举个例子 超级大画廊高股宣在纽约曼哈顿就有三家分店 不同店面的定位不同 麦迪逊大街分店主打在是甚至过世的超级明星艺术家 切尔西画廊区的旗舰店重点是艺术界的当红明星 隔三条街店面较小的分店就留给了正在冒间的新锐艺术家 也有非常少数的只专注于一种美彩的画廊 比如版画 摄影 水墨等等 像北京草场地有一家专营当代水墨的墨斋 还有专注摄影作品的三影堂 好 这一讲我们讲了如何判断选择你的重要投资渠道画廊 最后 我想再几句中国画廊的现状 西方艺术市场和它的当代艺术一样有上百年的历史 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成熟的状态 今天的中国本土画廊业由于起步比较晚 减缺明星画廊 西方那些代理明星艺术家的蓝筹股画廊驻军香港 部分已经强摊上海 因而本土艺术市场有一些不太成熟的表现 比如倒挂现象 就是艺术家不是跟画廊绑定 而是自己直接把作品送上拍卖市场 相当于艺术家自己给自己做经纪人 画廊主的艺术鉴赏能力强 但是商业推广资本管理能力欠缺 像吕悦尔那样的三项全能画廊主还在成长中 但是我相信 未来随着资本和高级管理人才的注入 我们也会有像高谷轩那样的明星画廊 所以你在逛画廊的时候要有开放心态 小画廊也许有惊喜 上一讲我们一起学习了 怎么选择适合自己投资风格的画廊 这一讲我们就一起走进当代艺术的画廊 我想你一定去过一类画廊 而且往往有这种经历 就是发现这里完全不像买东西的地方 更像是微型美术馆 里面的艺术品常常看不懂 旁边的标签上 最多写着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字 根本连个价钱都没有 更别提有热情的导购来给你主动介绍了 画廊这么高冷 那咱们怎么交易呢 先别着急 在我们开始交易之前 有一部至关重要 我给你概括一下 七个字 寻价之前先鉴赏 画廊是个特殊的地方 谈价格 也要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 你当然想买到好作品 画廊也想找到合适的买家 给作品托付终身 而双方的结合点 就在对作品的鉴赏上 你可能要问 鉴赏艺术品 可是个大学问 那要真看不懂 怎么办呢 不要紧 我们不需要了解作品所有的信息 我给你四把尺子 用了这套工具 画廊里的绝大多数艺术品 我们都可以一下子找准它的位置 第一把尺子 主题 艺术家想要通过这件作品表达什么 在专业术语里叫做母题 它是作品的灵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深度 主题是你了解一件艺术品最重要的起点 找到了主题 你站在作品面前就不会那么迷茫了 怎么在作品里发现主题呢 首先你可以看看作品的题目 往往会给你最直接的启发 比如那条泡在福尔玛林里的鲨鱼 叫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 你就知道 这条鲨鱼表达的是艺术家对生和死的思考 你可能会问 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名字就是无题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试着观察作品本身 你要看看作品描绘的对象 是人物还是境物 是记录某一个历史事件 还是记录一个抽象的想法 都没发现 那也不要紧 我们还有三把尺子呢 第二把尺子 风格 风格代表艺术家的艺术思想 也就是产品的技术定位 艺术家选择的风格可以是传统的学院派 或者是大胆的创新派 艺术创作讲究的就是创新和突破 但是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方法上 艺术家或多或少会受到艺术史上某些流派 以及这些流派领军人物的影响 那些艺术价值高的艺术品 正是突破了前人的风格 实现了自己的创新 听到这 希望你能理解我第二奖 就和你一起去美术馆学习的良苦用心 判断今天的艺术品 需要你对艺术史上的代表风格 有一定的了解 也就是历史观 这个历史观就给你判断 眼前作品提供的一个个的模板 你了解的模板越多越丰富 对艺术品风格的把握就越准确 举个例子 当你看到画中物体的阴影不是涂成黑色的 你就应该知道这个风格是属于19世纪的印象派 第三把尺子 媒材 艺术家选择的创作材料 在专业术语里叫媒材 媒体的媒 除了传统的摄影 油画 水墨 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使用高科技来进行创作 比如日本当红艺术团体 听了就用声 光 店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这就是新媒体艺术 在画廊里 你还会常常见到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创作的艺术品 比如糖果 椅子甚至垃圾 法国艺术大师堂上著名的作品权 其实就是个小编曲 它就是这一类作品的先驱 这类媒材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综合媒材 最后一把尺子 造型 造型我要多花点时间给你讲一下 它指的是绘画的五个维度 空间感 构图 笔触 线条 还有色彩 这也是最能衡量艺术家基本功的一把尺子 我挨个简单解释一下 空间感指的是 艺术家通过一定手法创造的类似现实空间的审美感受 比如说在平面的画布上展现出了三维立体的效果 这就是空间感 构图呢 指的是画面的布局 人 物体 背景 这些元素各自的位置是怎么安排的 是不是协调 构图是艺术家传达感染力的重要工具 比如三角构图就给人平稳的感觉 对角线的构图就给人以动感的效果 还有笔触 是指艺术家在运笔创作的时候 实用的材料留下的痕迹 笔触是画家心灵的轨迹 性情的流露 有的作品画布表面就像是一张光滑的纸 体现出艺术家的理性与细腻 有的作品笔触粗犷甚至潦草 这样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或许是新潮澎湃的 接着是线条 就是绘画时勾勒轮廓的线 是每位画家独特的符号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范高的星空 他用的是漩涡型线条 就是他特有的创作风格 最后是色彩 它是一幅作品用来传达情感的最重要的元素 比如范高的向日葵 热烈的黄色和橙色 就传递出了炽热的情感 好 总结一下主题 风格 媒材和造型 只要拿着这四把尺子去量 在陌生的艺术家和作品 你都能对自己的理解有一定信心 好了 说完了鉴赏 接下来就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步 找画廊的工作人员讨论你喜欢的作品 这些工作人员大都有艺术专业背景 对艺术家和作品也有更深的了解 通过和他们的沟通 你再比较一下自己对作品的感受 你就会对作品有更立体的了解 而且通过这种有品质的交流 你会给工作人员留下你是发自内心喜爱艺术的好印象 这可是你和画廊建立长期联系的敲门砖 能跟画廊工作人员侃侃而谈了 你不妨再推动自己往前走一步 参加画廊展览的开幕式 这是你和艺术家直接互动的绝佳机会 跟艺术家交流对话 听听他谈创作的感受 背后的理念 了解他的个性对判断作品 特别是那些观念抽象风格的作品 非常有帮助 听了前面的讲解 你会不会觉得艺术圈规矩真多呀 谈个钱怎么这么难啊 艺术交易 当然可以谈钱 其实当你认真做完鉴赏功课后 就可以大大方方和工作人员谈观后感 问价格了 我告诉你一种更专业的寻价方式 就是向工作人员要奋展览价目标 这样你既了解了心仪作品的价格 也对整场展览中的作品价格有了全局观 而且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新手就犯出 你完全可以坦诚告诉画廊主 这是你收藏的第一幅作品 如果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发展长期关系的藏家 他甚至可能会为你打一个折扣 如果你一次性付款有困难的话 可能还可以分期付款 当然了 最终的价格和付款方式都是双方商量的 不能强求 好 说到这儿 不妨假设我们现在有一笔交易已经初步达成了 接下来就是就是签合同环节 这里头也有讲究 在合同上 画廊一般都会附带一个条件 规定在一段时间之内 作品不可以转手或者拍卖 一般来说这个期限是一到三年 这也是艺术品交易和其他投资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要求你长期投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画廊就像投资链条上的领头基金 所以你作为跟头 也要遵守领头的锁定期限条款 我再给你叮嘱一些细节 画作要有艺术家签字 画廊要提供一份艺术品收藏证书 里面包含了艺术家姓名 作品名称 齿服 媒材 创作年份等基本信息 要是你购买的是一件装置或者影像作品 画廊还会提供一份详细的操作指南 告诉你怎么安装和保养 最后的最后 我还要告诉你逛画廊的几个小禁忌 其实这些小禁忌 我们都知道 画廊和美术馆一样 比如你不能拿着饮料 也不能触摸作品 还有 有一些传统风格的画廊 可能会要求开幕式上参观者的着装 稍微正实一点 虽然近年来对着装的要求越来越少 但你不妨也注意一下 好 这一讲 关于如何在貌似高冷的画廊专业的买买买 就到这了 你在画廊里的一言一行 都需要传递出两个信息 一是我有艺术鉴赏的专业素养 二是我有认真收藏的态度 你希望买到喜欢的作品 画廊也希望挑选更优雅的藏架 这个条件满足了 手续也都具备了 你该出手就出手 最后 我想给你提供一个画廊主的视角 我请教了国内最早开始耕耘当代艺术的 香格纳画廊的画廊主劳伦斯赫普林 他有一条最诚恳的建议 就是选择作品有很多维度 但第一印象最重要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资金不受限制 你希望自己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什么 要注意 去折忆 我给你吃点 其实我什么意思 我给你吃点 你吃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